你也叫真是 他真是漂亮 老婆 三位孩從來不知道操門 帶我一票 你這什麼意思 我回我自己家還要敲門 薩偉華你要時刻記住 入坠了我們孽家 就按照我們孽家的規矩 好大還價 只有這個錢 我今天 是替孽家辦事去了 我們堂堂孽家需要 以一個廢墟來幫忙 你覺得不可笑嗎 能叫我們孽家 只有廢生嗎 你這個路子從今往後 你的老婆就是我的了 我來替你做這個孽家的女生 我你別聽他的 我有辦法你跟我走 別碰我那 孽家如果不想像其他好 沒那麼想 你就乖乖的聽 拿著這個 知道吧 你看看你臭德性啊 算什麼男人 你在我 如果你是這個 我最後才會 你馬上跟我道歉 然後拿著這十億訂單 然後拿著這十億訂單 去救你滅你 去救你滅你 你 哪個答應你答應哪一位啊 他體懲得那麼回事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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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哈哈哈哈哈 小哥,上中了? 上中 我可以加价多少东西? 更天只点你 的 老板包了,要在这里接待龙虎飞长 半无又半大点,实际上的 5分钟之内给老子个亲近 我点了他一个小时 他就要服务我一个小时 他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行 你要敢溜 你差拼 别人了,你还起庆了 走开 抽完摸了 你开上字了 刚才我给你开了 收肺服 我老板可是范先生的自教亲朋 敢打我 你就等着再瞧动你 喂狗吗 嘴硬我把你吃 我把你吃 乔冰 拉斯拉 求之不得 是他四大家族苦苦找了七年的大人物 竟然在这里 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我可是犯的左膀右壁 在弄死你之前啊 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求饶的机会 跪下来 缺三声狗叫 然后呢 再给我这帮兄弟挨个磕头认错 完了 怎么样 好 我将这龙城交给范无旧掌管七年 没想到 拿今天一条狗 杀我 犯 范大将军 乃是龙城飞匠 他老人家跺一跺脚 整个龙城都得抵三狗 960万人都必须名讳 你也配直呼齐名 是吗 我真的太失望了 我隐居七年 就是为了过个清前日子 没想到 今天还有苍蝇跟龙龙头上 那个之后 他的事 十二点者 范县 清明热 劝你一句 要是不早事情闹大 立马跪下来 车头 认错 十二点 害骂 范无旧 你这龙城飞匠怎么当的 我将这龙城掌管于你 你每日就知道灯红酒 连你手里的一条狗都看 我给你五分钟时 马上给我处理好 风则 隔职流放 国管全南就中地去 军人 我给你五分钟时 上 来吃 请准准准 你是不是跑错了 这小子就是他膝脚按摩的 不可及 一下错不可与弥 撞上了你的死穴 跪下 谢罪 跪下 你谁敢比我的还金贵吗 我下有眼无处 得罪了先生 给先生讲罪 从今年开始 你主动辞去龙城一切 上阶级的了却余生 我不照顾 纵门东南三城几十载 虽遇过一些风雨 却从未曾进入这帮狼狈 我想死明白 请问先生大名 普通百姓 消畏 接通电话 可以帮你解决一切事情 但作为交换 你必须帮我防守 走出这个房间 今天晚上的事 不准跟任何人说 放心 这个女人总是让我已认 你够派人盯紧的 是 小姐你总算出来了 我孙小韩铁出去的钱 就没有再拿回来到的 萧伟华从今天开始 你这是我的人 七年前国库费 无数黄金银 国库国主之命 偿身份 如今断倪出现 是时候查了个水落石 行了 都别去扔 主人 海外七十二家分公司的主理人 都已经全部入了现场 国内子公司的十位主理人 我已经进去 萧董今日召集我的 不知有何重要丰富 七年了 又到了龙城商会 亲您一次的换届大会 没错 这些年 我根据您的授意 代理龙城商会七年 但毕竟毫无出身 疏于上战 届时如果您肯出身 我必将龙城商会的会长答应 在深龙宴上完毕归照 同时昭靠天下的归来 好好处备 属下明白 这次也会悲痛凡响 多少商界 苦的七年 就为了这 恶刀升天 为王城大 使官主下 属下不会再重新了 主人 范屋就已经将整个 深龙宴的准备工作安排得到 就到您一声令下了 好 三天之后 我要让龙城所有家族 长长记性 是 那关于下一任 总裁的事 本来我已经有备选人了 这可惜 有的人就是能够 把味道堆的东西给吐出 你说这样 我还能强人所难不成 三天之后 这是七年一届的生龙宴 到时候名流汇集 高峰满座 怎么能少得了我们 聂大小姐的倩影呢 生龙宴的邀请函 这也太贵重了吧 这次的生龙宴 玉学 你可一定能参加 我听说有一位大人物 会亲临现场 指派龙城商会的 下一届掌权人 而我有幸 曾经得到过 那位大人物的赏识 竟有如此无知之人 冒犯天威 让我去扒他三层批 不必 这件事情我自会处理 是 这龙宴的邀请函 那些邀请函 都是给鱼虾们 您才是这场宴会 唯一的邀请函 直接从VP通道 四位冰月龙们化身为龙 三天后的生龙宴 我要你代表我们肺 一步 三位党们请吧 兵王田正 愿助费家 一步登天 猜法四号 愿助费家 一步登天 文豪顾小生 愿助费家 一步登天 三天后的生龙宴 我会安排三大家族 为了造势 到时候 哪怕他万无救 是龙城飞将 他也不忍 谢了命 不请你 我一定拿回龙虎相会 掌权这大业 主人 前面突发状况 我这就呼叫直升机 马上送您去生龙院 不必了 大飞周城 我看那个就好了 哎呦 狗皮高药啊 怎么我姐走到哪 你就跟到哪 还不死心是吧 神经病 大飞华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这样死缠烂打 非但不会让我回心转意 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来这边是来找你 那你的意思是 你也是来参加双龙宴的了 没错 大言不谈 想进双龙宴 你得有这个 这就是身份 这就是地 这就是身份 这就是地 你永远也不会明白 我看不明白的是你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有钱人的世界 像双龙宴这种高贵的场合 是你一辈子也拍付不上的 高贵 在我眼里 人都是平等 你一个左肩犯科 猥蜉妇女的烈等人 也和我谈平等 萧伟华 若你还是七年前 就让萧家长子 或许我们可以谈谈平等 但如今 你身无常物 为你一个 平等 只是奢望 我不需要这个 也进得去生龙宴 笑话 告诉萧伟华 你要是来参加生龙宴的 就凭本事拿出邀请函 如果你是来故意 恶心我们你的 恭喜你 目的达到了 没有邀请函 是进不了这生龙宴的 今晚民旅营集 但是有从未磨面的大人物 即将利盈 你就是我们你家的废墟 就认清现实 认不清现实的是你们 你 你这个废物 邀请函 我没有邀请函 你给兰登梦那电话 就说他准备到了 好大的口气 我们兰总只手遮天 我怎么不知道 他有你这么一样 龙城非王田正协生到 龙城才华 词号协生到了 龙城文豪 顾小胜女士到 咱们 装逼失败了 我数到三 你马上给我让开 三 二 一 你 我替你锁了爸爸 三长到了 你用它 谁要呢 垃圾 终究就是垃圾 垃圾 终究就是垃圾 这里是生龙宴 只有资产过意的明龙世纪 才能拿到要求 不是什么阿妈阿狗 就能够随便进 原来这生龙宴资产过意就能借 看来这门槛还是太低 我下次还需要再一样 我看你啊 就是主叔的鸭 就是 这是百分不容易见 你就是赫赫有名的软贩男 萧未华吧 好 很好 看来在座的各位 都是显赫一方 为民赫赫的一代招手 那现在如此 我不妨将各位的根基 疑似性质 赫赫 各位 我提议啊 用上心肌 应该当好心肌 免得当作为民众的演技 要发生对不对 我签字 代表龙城兵部 同意被总高见 孙昊代表龙书才华 同意并不高见 我不想将代表龙城文艺 同意 听到了吗 什么 快滚吧 快滚滚 屈屈一个义也太娇小 你们可是他的身子 到了就给他一个亿 京城虽驾 咱们消息上 汤陈极品独斗别墅一趟 咱们回首攻打到 王亲孤家铁威龙一样 让东海叶铁朱立刻 总价值一亿 现在他试驾过亿了 诸位还有什么意见 是 是 大哥 你又见面了 有我在 可以保你在龙城横行屋子 不必惊慌 惊慌 你从哪看出来我惊慌的 一群臭鱼烂虾 他们要睡 小伟华 你没有邀请 还就敢擅长生龙宴 我已经是好心 劝你回去放你刀双弱 而你却联合外人 硬扛着宴会厅 那我告诉你 今天这生龙宴 就是你屋子 小伟华 你怎么不知好歹的 我几何费总 已经对你人之一计 你一见龙鱼 丑着龙局虎穴 就真不怕碎十万段 圣龙宴 当年国主设立的圣龙宴 寓意着 渔月龙门一步用天 而如今 就你们这群臭鱼烂虾 居然敢跟真龙教 简直可笑 你的意思是 我们是女侠 你才是真龙咯 老 那我瞅瞧你 来人 给我抠了他 丢发了他 丢手 来呀 我看谁敢动他 这位小姐 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 你这样护着他 不合适呢 怎么 你要与我经成孙家为敌吗 搞你个小伟华 我看你还真是一个 在外面偷吃 都吃不够的个主啊 你小姐 我看你也是世家出生 可别叫这废话给骗了 我孙小涵做事 我孙小涵做事 还有点 你 你怎么这么帅好歹呢 大家伙都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小白脸 揍龙这个小才欺负我妈 诸位家族 这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你们这帮人每天都在关心一些自己不敢关心的事情 清风就是真可谓是助纣为虐 让这个女人给我妈道歉 是你妈先招惹孙小姐自己 我懂了 你帮着她说话是 你向着她是吗 说吧 包子 人不理 当然是你们俩的事 还能是什么 我与孙小姐只是一面之一 苏美女生 小伟华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没有撒谱 我只是想知道一个真相 你和她 到底是我们离婚前还是离婚 我跟孙小姐是一面之远 是在我们离婚之前 但我与她 确实一清二门 听见了吧 大家伙都听见了吧 就是这个废物牵口承认 自己昏备出轨了 家门不姓妈妈 家门不姓呢 各位家族 你们可得替我们聂家做主呀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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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女人呢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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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离婚真是我人生中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杰总 动手吧 杰总 我对她已经死了 逸居 知道你不容易 别上枪了 都想 我今天管他是金城村家 还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保不了他 把这个臭 还有这个废物消费我 我一起罚下 你 你 让我 啊 这 你刚才骂我已经算了 你竟然敢骂孙小姐 有种 你就再给我说一遍 你 赶紧给我向孙小姐道歉 这人 这人一家犯下 他要造反 说魏华 出轨被德在先 神龙燕护卫在后 这龙臣所定 今日不除了你 还难以向范达将军交代 很好 你不用交代 我会亲自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你真是不把我这个龙臣手兵 放在眼里 范达将军何等人 完全不知道 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少女生 今天我就给你讲讲 让你开开眼 范达将军号称龙城飞驾 七年前 受京城大人物天刚军部所 掌管龙城军政工商 执掌千千万人 让他给你一个将方 你受不及 我受不及 跟你有什么鬼 你无礼 老 老权 让我给这个小子道歉 好 我最后给你 你若不道歉 你们废家 去灭 我最后给你 你若不道歉 和废家 去灭 好啊 有种不如是是 哈哈 你留着 你他妈敢打我 十万 你全人 书下留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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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想必 你自己也很清楚 即便是你今天打了 对 你出了气了 你才出了道门 那么你在龙城 还有龙山之地 那你想怎么 龙城财阀孙家 有一笔生意 想变萧先生 打一打呀 生意 别闻奇想 不瞒你说 我三大家族 让你平安的离开龙城 如何 信 这就是你所谓的交易 这样的条件 难道还不够人死吗 差得远 你 唇狗 不要不识裁剧 我们孙总已经给足你面子了 面子我需要他来给 小卫华 你敢动费手 走出这个门 那你的将是龙城总兵的江湖追杀令 没错 所有的舆论资源 媒体报社 全是我孙家的喉舌 大师傅 只要我尊重手指 你这欺辱妇女 包养小三的罪名 也将全部公之宇宙 小卫华你收手 打了废公子 田村库三杂你惹不起 我惹不起 你跟我姊儿已经离婚了 我做什么 姐啊 你疯了 他出轨了你 你还替他求请 小卫华 一心一嘲 我对你已经仁至于尽了 为何你还是要明顽不灵 自觉坟墓 我的生死 由我小卫华自己求求 自觉坟墓 是他们 道歉 想让我给你的情妇道歉 休息 道歉 道歉 小卫华 你大胆 打了龙生烧毁未来的赵全神 你策罪当中 你敢打我 等范大将就来了 我让你失败奉 你确定 他站在你去 哈哈哈哈 范大将 你我家父乃是至交好走 当年敌国来的大 我父亲 走为范大将命了 那是过命的交情 可惜可态 放屋就这过命的交情 你们费家也留不住 你靠着靠远 你是听不到自己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的 清清楚楚 好 早死 过 回家 马上 告诉我爹 让他带人 救人消灯烟 咋早死 一切消禄快不快去 哈哈哈哈 肺梦肺老爷到 肺梦肺老爷到 你就会伤阿 你 满 乱 屋 人 你 就是啊 非劳 我三大家座 力见公子为先着龙城当人 这句句竟面 竟然口不在眼啊 是保兵年的安排啊 教卫华 不错 正式在想 谁可知道今天是什么 拥有何等重要的地理 我当然知道 今天不过是你帮老爷在开户 远教人 希望一五分钟之后 还能保持现代 时间太久了 九道足够我把你费家灭十次 萧萧之辈 不知天口地口 我费家军业即将登顶 龙城 接管龙城上会 来人 娶我进来 任音乐 莫言乃是上语时 老夫年轻时 曾从范大丁与出生入死 我过命的军事 此间应比我费家三十代 无论你延下何方权 莫开的犯 你要挑战此间的威力吗 好啊 真是一人得到鸡血胜 你过去救了范无旧一次 在这战场之上 我救了他无数次的资金 若真能斩尖宁 猪弄尘 你们废家 首当其处 一片无言 狗屁不通 范大将军 我眼下第一军神 用德装你来救吗 眼下五十五 范无揪 孤军深入 惨遭埋伏 要不是我 范子早已死了一万 否则 心口说 满怒是非 玷污犯大将军名声 来啊 不玩接见 剑子剑 牛肉剑 犯 儿子 还不会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要神秘护体 威家海内 你 我这看得多 我 我飞扬今日 就直面人 光一过当天 从来有龙城相会未来的奖全人 儿子 谁在呀 谁在 剑子剑 你叫犯的 我等陈谷 约束费总 三子奖全人 约束费总 君子奖全人 哈哈哈哈 好 好 范无揪人海味道 一柄剑 就替我做了决定 别说是一笔破剑 就算是他范无揪亲自到这儿 只要我不开口他说了也不算 对他 剑在龙城上场船关下场流寇 视鞋与鞋 今日不如让此宝剑尝鞋鞋鞋的滋味 田总冰说的对啊 这些草民大死不老 已经搅动了我龙城技家 不杀 不足以拼动怒啊 龙城顾家复义 龙城里家复义 龙城西门色复义 好 哈哈哈哈 想杀我 那就来啊 我倒是要看看 范无揪简 能不能看动我肖默 萨维华 现在闹成这样 我已经满意了 不满意 我很不满意 我隐居七年 你们在座的各位 都让我很不满意 够了 你我不记忆一场 我不想眼睁睁的看着你身手欲出 你像费总和费了 扶手道歉 跪下磕头 我便替你求饶 求他们往开里面 让你不死 却是我能为你做的 最大的 你的好意我心里 你却欺识 你 不知好歹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 给过你身路 你为什么还是要说大话 配了你所谓的自尊 为了你思考的谎言 又当心里现在取得话 我的命硬 费下 它转不动 你还说 你还不赶紧跪下磕头 你真的不要命了 费老 费公主 他这个人 脑子不灵光 有妄想症 我知道今天做的事 最该千刀万剐 但是还请看在我 聂家宝妙的份上 留他一条事 聂宇 你我夫妻一场 你虽对我不了解 但就凭你心切这句话 我们缘分虽敬 情义仁 日后你聂家要学习 我可帮你们出手 爸 爹爹 他虽然有父聂家 有父与我们的婚姻 但是七年的朝夕相处 我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身手异处 学姐当场 聂小姐 你真是仁义 你娶妻如此 不甘不敬 勾三大死 简直丧尽天良 你坐 真是有备人伦 金铺之狗 骂够了吧 骂够了 我还坐在这等着你们来杀我 天威在此 这一届 我要进龙场 君嫂 放过来 你知不知道 你要转的人 是谁 天刚龙卫南天梦 蓝小姐到 人来是龙卫琴 有事愿意 蓝小姐 嗨嗨 看不清时局 你就早点退位让 今天里生龙眼 萧先生的安危 我保 你谁有意义 这小子究竟有什么背景 竟能调动两大势力保的 又来一个女人 看样子你在按摩院里 没少服务过女顾客呀 暴死 你是何等身份 也敢忘了萧先生 嘿哟喂 我说女儿呀 你快看看 这都是什么人呀 就这么一会儿 弄了两个女人来保她 她背着你啊 还不知道够了多少小狐狸呢 蓝小姐孙小姐 二位身份尊贵 仰望不错 都可谓是 一等一的美人 为何看着这个龙龙之徒 他究竟有何身份 让你无论 你整个龙龙为敌 你看 这身份 你们还不太知道 还是 说不出来吧 你们可是 小伙子 好了 夏冲不会与兵 没必要跟他多说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了吧 他 欺失了 如此相想之辈 怎么可能大的学费 只会躲在女儿之后 今天也见过了 所谓的顶流权贵 气场闹剧 也该结束 南丁梦 给范吾舅打电话 告诉 龙城烧会长车人 继续由他担待 想做高位 就凭这群臭女烂虾 全都不配 是 范吾舅 主任赵 立即来上龙宴 谢罪 善后 我五分钟之内 一定看到 来来又如何 家伙一份 来生死之交 就平太久 就能看多费者 与范大将军 数十年的招停吧 简直可笑 说都有理 放弃 他只是 折断莫英 戒损坏国宝 蟹毒范大将军 神威 此乃 大不敬 龙城非家 范吾舅 叛大将军 到 下军 小伟 看见局势了啊 背后 不过就是两个女 而我 废话 胡大夫 白云 不过就是两个女 下军 太军了 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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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万娃将你轻松 游戏的东西啊 你确定 我为何不确定 万娃娇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过来 上 我叫公堂一下 万娃将公 此人打了曾宁宴 务必处杀 杀了 万娃娇 你干吗 鼠虾鼠架来吃 不吃 来的正好 若你来早了 我又怎么能知道 在这龙城 居然有这么多人 想对我赶尽杀局 大大家队 你 你这是 是吧 你是不是认识人 你甚至想 那是龙城之主 为何人人是废物 救出是哪里 来人 小先生 我拿下 流民铁牢 好好的教育教育 我是废家长主 我要的龙城之主 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你说话呀 救出我 现在知道求救了 刚才你们那副 对我人人得而诸之的态度 我龙城之耻 言下之耻 在你们眼中是人尽可欺的软弱无能之名 今日之夜 在座的各位无疑不想上来踩我一笑 彰显身份 只为讨好废家 只可惜 你们不知 今夜 就是那废家灭家之时 萧家长 今夜确实是权子烫 冲撞了萧家长大家 我替权子赔罪了 刚才是谁给他保健 给他权威 让他做上龙城商会的掌权人的 不时的 还望萧先生 天天冲撞于我 又天天让我害怕 我说你们这个 怎么就这么贱 萧家长真是说笑 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误会 误会 就因为这个小小的误会 你刚才差了点 让我萧卫和密葬王全身 范吾兄 我给你三十秒 让我费家覆灭 犯家将军 既然萧先生都这么说 让你们费家 你不报道 通知所有关系网络 切断你费家的商业往来 费家覆灭 就在今晚 犯他误会 当年沙场之上 为你挡到我 你先出这样吧 对我 多年以来 你凭借此事 欺难罢了 我这一刀之恩 早有已经还行了 对你竟然知已久 早就不欠你们费家了 来人 拿下肺沫 拿下肺沫 我开肺河 造反 犯了 我们是固定指教 在那院里 竟然还不如一个忠诚做事的废物 我提他 有很多 利益坤的 今天 若是为了这个人 不没有费家 传出去 恐将是 言下笑谈 我需要你来教 是你逼我的 逼你 你又怎样 那就别怪我 越级上报了 与这个小子的全钱交易 过了农城之时 上报给京城内阁议会了 什么 废老果然手眼通天 在京城内阁之中竟然有废老的关系 看来 即便是散门 也难以汉都废在这三天大树 哎呀 那我们赶紧 表彩支持废老 如何 我们支持废老 上报内阁 撤上路城 我等负义 苏苏非狼 上葬内阁 好啊 好 你们这群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怪 一群墙头草 刚才还在苦苦求饶 现在又将这矛头指向于 你们还真是一群 两面三刀 衣冠楚楚的龙城名流 还等什么 毁家覆灭 什么 费家 绑了 啊 费家 费家完了 你快给那个额袋要挂 我们费家 帮你废里带币 楚特使 费家有难 求你即刻前来龙城 只有记忆 您肯露面 我费家 愿要献上七成产影 仪表新意 楚特使 难道是今天之中 赫赫有没有的楚中天 楚特使吗 那可是国主面前的红人啊 我听闻楚特使 正好受国主揭秘 流利东南 如果他能今晚献身龙城的话 那就是我龙城之心了 你要跟随废老共享 收入 有意思 七年前国主令我隐藏身份 案中调查一起窃口答案 国库七成皇亲不一而非 国主要我打老虎 今夜难不成 却这老虎要亲自送上 很好 非常好 我很期待 你们在这内阁之中 还有什么人卖 尽管使出来 我萧卫华 奉黑道 一个小小的蝼蚁 还敢大放厥词 一会儿等楚特使到了 我看你还笑得住 范将军 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朗 我劝你撤销 对非这样的封锁 现在回心转印 说不定 还能看在我们 共事一场的面上 在楚特使面前挺多美联系去 不错 费家曾与你有恩 今天你却听信谗言 意图覆灭费家 范将军 你也不想这些事情 登上明天的热搜头条吧 你的长舌妇 天天的巧言吝啬 搬弄是非 无名造物 我今天 这掌门人的身份 铁牢 你们拿下 什么 这两位 你被你拿下 将这三大家族投入铁牢 戴上铁面具 不如一切财富和权力 终身高桥铁蓝为武 永不见天日 我们后悔了饭不就 咱们一下主特使来了 不看你们咱们想 多不交代 没错 咱们都是世家大族 你不能随便动我们 你怎么知道 这就是你们的反例 谁敢全谋私欺压百姓 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我的鸟来 我的鸟来 长官家主 往嘴上说说不行吗 我三官家愿捐出九成家产 无产捐赠十算结构不求回报 我新闻家也是一样 无产捐赠不求回报 我当演员捐出家产 与三大家族放行见线 好 很好 非常好 对了 你这么大年纪了 我接受 小费华 我欠你不要把事做得太绝 最后的狂妄 没错 等楚特日到了 小费华 你指使范红静 姿势哄他 不害三大家族 楚特日到了 并不容你 费道公 你还是这么说 你的这些话 留在铁岛里 慢慢地咬起 费狗 请吧 带走 别动我 我自己动 新人来者 老师 冲天到 住手 我看谁敢动 费狼一根汗毛 主则是 这是龙城 这是我们的家 各种原委 黄尊四 希望楚大人 不要插手 放 楚天之下 莫非王子 什么叫自家事 我乃国主特使 代国主仿查民情 你龙城是要好分裂吗 妙 楚中天 楚特使 你一来不问缘由 就开始偏坦利 还要给我们战功特赫 将近扣当贸 你还真是 玩得一手好手 我只说一遍 放了费家座 第三大家族握手 沿河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我伤报国主 要你向上人道 你这是打算 用国主的押我 小子 还靠了吗 当然不 我很有期待 毕竟我们他 狂妄 国主乃九五之尊 东洋 南洋 西洋 北京 万国来朝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还想面见国主 天大笑 我自然算不得 跟你们相比 我也就是 无知之计 普天之下 唯一能直面国主 恐怕只有那从未露面的 魏延下开疆阔土的天刚君王爷 你还还冒充将官 这有什么好冒充 我每次在京城 班师回城 每次庆功宴赏 国主都守着座上 我看你是越装越大 国主之为天然 国业更是高不可憨 就算是主 也昂然有所 就你 还还如此娇娇 范红将 这条狗 为什么还在前 这句话 我带上 你敢 范红将 就那你的狗业 好好看看 我问你实际上呢 胡大尔 今日断起手臂 以尽孝悠 以此为例 才对萧先生不尽 嘴无射 这些人也在丧心命化 无需纠缠 你带着我去回京城 小心事 你带风雨 你看这 胡大尔 会长 有机会赶紧撤 这个萧尾坊可是杀疯了 趁着 我这是在赶紧走吧 是啊 费老 留在青山带 不怕没抬烧 我们先随费老撤回京城 也好一吐后事啊 走吧 费老 再不走来不及了 撤 走 萧维华 今日知诚 我废物 若不让你十倍参还 我师父为人 好啊 要报仇事 我等真 我萧维华 敌人了吗 不差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 要不要我协杀他们 不必 坚持这事 也是风云队 不出三日 绿地闹着京城满风雨 倒是国土 必让我知道 若是你今天伤了这种东西 恐怕会打死真实 我要的 是将炎下所有汉 一网打击 迎根拔起 萧绅士大度 深谋远立 属下不羁 郭主 你交代我的事情 看来很快就有眉目了 只要顺着 费家储家这一脉查下去 我相信七年前的 窃国大案真相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接任之事 不要再证 从今天开始 龙城商会 掌喷人的位置 由你和兰迪蒙 共同协助 务必努力同心 让龙城经济 尽快发展 我的身份 保密 是 事已结束 我先 梅华 等等 我有话想跟你说 等等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 今天的生龙宴 已确实风头正上一时无聊 但我们的婚姻 也已经无法挽回 我来 是想把戒指婚给你 也许 以我夫妻缘和最近 让我们也回复 我说过 要帮你孽家一次 但这次过后 我心痛不忍 这张卡丽的线 足够他们看病了 女儿 你这是 妈 离婚这一刻 虽然一直都是我想要的 她为什么走到了现在这一步 我内心却如此的不安 老姐 你不会真的还在留恋这个废物吗 虽然她今天晚上药物扬威 但也都是靠着犯大脚的 和那两个女人的势力而已 我不会后悔 也许 我只是需要时间 去遗忘了 好了好了 老师 你姐呀 就是心软 小时候 丢条狗 还哭好几天呢 别管她了 走 再来先快去看 卡丽多钱 我今后 一定会让所有人看见 凭借我聂寻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同样能振兴聂家集团 还不依靠任何男人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没想到 臭小子 这是你 和咱们聂家放了这么多钱 这多多有五百万了吗 这些钱 不是咱们聂家的 我没给过他这么多钱 那这些钱 肯定是他还没的时候 从那些富国手中套的小费 哈哈哈 喂 聂总不好了 我们聂视集团最重要的金主们 会忽然对商量好了一样 纷纷撤资了 资金链再续不上 恐怕公司就要顶不住了 什么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好像是不满意总裁您 他们说您 不懂经营 战略部署全部错误 完全是新手级别 啊 这可怎么办呀 费家也已经失事了 这个时候我们找谁帮忙呀 闺女 你读高中的时候 那个富二代班长 他叫什么来着 妈一时给想不起来了 韩文杰 对对对 就是那个韩文杰 留学院回国以后 不是一直在精神发展吗 妈 你怎么对他 你对我都了解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人家的精神的买卖 做得可大了 我听说呀 他家师傅 精神聚多 天高聚望 已接近十年 这关系非浅 京王 要在京城 发起一场融资大会 老天下名字 你们呀 你带着小声呀 去趟京城 京城融资大会的邀请 很多方的 已经派人分发下去了 每个街道 邀请韩的人 都对您感恩待遇 就等着融资大会 容易读您的风采 这帮人可真会拍马屁 他们把这些心思 放到精英实业善待员工上 我倒是应该更加感激 主任 您真是仁慈 没什么事了 先忙吧 是 主任还有什么分布 那位孙小姐 自从我来京之后 一直约我时间吃饭 你给我安排一下 毕竟她也算是立派中医 在这盛容宴上 鼎力支持我 我准备一次做晚饭 你表现 孙小姐真是好估计 将来让您亲自家出 正好在您旗下 随家名叫宣言豪亭的西餐厅 若您不嫌弃 可以 站住 你喊我了 我不喊你 我喊谁呢 你也不撒谎 叫这 这里是宣言豪亭 你齐连三省 京城唯一 世界唯一 你个新秀百姓 别到我里床 开饭店 吃的就是开口饭 我有钱消费就行 你还管我什么身份 小臂仔的找茬是不是 我今晚要给很重要的朋友做饭 没事 给你拿个 赶紧给我让开 原来 是老板新招来的厨子呀 这也难怪 不过我建议你 回家换一身价值过万的定制西装 再上楼干活 我就是来这边 这个地方做个饭 我干嘛要穿西装啊 这是规矩 我不管你来宣言豪亭干 扫厕所 冲马桶也好 一直穿这包 有意思 你们这还真是有意思 你要是不识规矩 爷爷就教你识规矩 干什么呢 有你们这么带戴客人的吗 对了 你好 你是这经理吧 能不能让他们先让开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赶紧放我进去 哎 肖卫华 老同学你来京城了 沈丽娜 沈丽娜 你怎么在这啊 这穷小子就是我已经跟你说的 暗恋过我三年的那个傻子 沈总 您跟这种穷的教育 还真是没面子 我当年不过当他是一条 沈丽娜这么多年没见 你都在学院号天堂上经理了 你这个太厉害了 你可真会讲话 我就是一个小经理 那你呢 在哪高就啊 看什么我也有 啊 你不是来消费的 我来这儿不用花钱 不花钱啊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还舍得久 对 看这一身打扮就知道这些年混的 不行 也是 我也就混得一般般 那要看跟谁比呢 跟您比呀 我的确混得好不错 哦 就是你们拦着我的老同学不让进的 对不起沈丽娜 我不知道他是您的老同学 而且他穿的也不正规 我们只是遵守了酒店的规则 看的漂亮 既然有规定 那就应该按照酒店 我一定玩的 水里的 这衣服穿身上就是为了说服 你怎么能按这块 三六九斗 你这规矩啊 真得给他 你这样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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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卫华 你可真把自己当盘菜呀 就你这穷酸药 还敢给我们餐厅提 是 是 是 我卖的不是菜 是档子 是档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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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还不够明显呢 就你这样的笑 你吃的明白牛排喝得起红酒吗 啊 我们这边随便的一道菜 都是真被子 吃不起 沈丽娜 我与你无冤无统 你凭什么羞辱 上等人羞辱下人 就像这主人打狗一样 是天性地义 羞辱你 还需要理由吗 上学的时候 你就全部垃圾了 毕业了也不是我 我们现在的身份啊 天差路 你还真是变了 你变得踩高棚第一套一套 是你还拿着学生时代的单程 来看待这个社 这就是你一败投递的 上学的时候你就暗恋我三年 凤的屁你都觉得是香的 今天 你不会是故意玩偶遇的吧 我什么时候爱你 哎呦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像你这种春心荡漾 还不承认的俗男 还真是不多见呢 沈琳达 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的男人看你 都是在爱你 行了你也别废话了 趕快滚吧 我们餐厅呢 早就已经被神秘的富豪包下 你别在这里耽误你接待跪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神秘富豪 就是我 你还挺幽默的同学 你说你是神秘富豪 你配吗 你看看你这一身的打扮 哪里更富豪搭边啊 你要是想应聘厨师呢 出门左拐 外面的路边餐你倒是故意废 我们餐厅啊 没有你的位置 我的穿着只是我的喜好 并不代表我的地务 我没有必要一有钱就要张险 你不装逼张险 那为什么非要来我们酒店 去放选 因为方便 方便 你是要搞笑的吗 我们这里可是预约制的 你是方便 没错 有人已经帮我预约好了 这好罪悲 蓝天梦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马上让薛妍豪婷的总经理过来见我 我现在非常生气 如果他晚了一秒钟 齁 还敢假装意思 你 男人给我打 住手 你就是轩辕豪婷总经理 是吧 立人礼成见过小先生 这个三光老见人真的是老板 非常欢迎萧先生来轩辕餐厅酒餐 请一步喜聊啊 对对对 萧先生能大驾光临 是我们餐厅的荣幸 也是我这个老同学的荣幸 琳娜你是 萧先生的同学 哦 对对他萧先生 是我以前的男闺蜜 我们关系特别好 太好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咱们餐厅的人事经理 日后 专门负责萧先生的接待用 但是你要记住 萧先生在咱们餐厅 有任何用餐不愉快的体验 我要为你 放心吧老板 我一定把萧先生啊 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萧哥 咱们进去说吧 这餐厅的楼上啊 是总统套房 金城的雾霾大 你先进去洗个澡 我一会儿亲自己 李经理 我现在很不满意 既然萧先生您不满意 那那我让丽娜做 不懂你开心吗 不懂 嘿 就在刚才你还没过来的时候 他可不是现在这样 萧先生您请激怒 请原谅我用人不打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来你们餐厅用餐 他无缘无故的羞辱 甚至准备让保安斗主打我 你们开门就是这么做生意的事 你再次抱歉了 知道萧先生的位置 谁应的吗 我哪知道 天刚龙卫蓝蝶梦蓝小姐 蓝小姐的朋友 都是京城顶级全市 非不即归 而且蓝小姐 特意要嘱咐 一定要用最高的规格 来接待萧先生 你害死我了你 你干嘛 这简直昂贵 没错 你竟然敢得罪萧先生 你吃了雄心包子丹 把餐厅让你拉进了地狱啊 这都是误会 萧先生 看见我们是同学的份上 你就放过我一马吧 但是我去不到 来 那我去 我来 我来 我去 帮我去 你騎了叛逸了 小總看著我們是老同學的份上 就不要跟我一般見識了 都是我都是我意識糊塗 是我最見求你原諒我 人不犯我 我不犯主人 人若犯我必然饒食了他 自食釀的 我太不敢了 你饒了我吧 小總小總你饒了我吧 我幫我跟抱抱 您儘管吩咐 是這樣的 做菜方面我倒是略懂一样 不過偏倦 確實不太行 今天晚上我要驗去一個 非常有品味的千金小姐 酒的問題能幫我解決嗎 您放心 您是我們最尊敬的客人 您的需求就是我的使命 就是 徐先生 這款四五年的羅曼尼康比 市值四十萬美冒 我想知道它 孙小姐 又见面了 这瓶四五年的罗曼尼康蒂 也是为我准备的吗 怎么样 喜欢吗 还行吧 因为你只会打打杀杀 没想到还挺浪漫 怎么会哄小女孩的呢 孙小姐这是害怕自己当小女孩的 自身少女 服务员 这酒虽然昂贵 但是过于虚幅 你觉得 我是那么爱不虚容的女孩吗 这天我们喝酒 喝这个 这是我们孙家百年尘尿 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我们孙家的祖训说 只有真正的大英雄才配喝得上这一口 干杯 你上次承诺过 只要我保密 你就会答应我任何要求 打这个电话 你都会答应的对吧 君子一言 自保单职 孙小女孩 我们结婚了 结婚 怎么啊 你不是说过 只要我保密 你就会答应我任何事吗 不是 孙小姐 结婚这种事情 它不是二戏 好啊 你娘儿无信是吧 你背上的天刚星座 我可都看见了 你的真实身份应该是 孙奶奶 在我没有完成过程的任务之前 我们都能保证身份 中国大事都是你们男人的事情 关我这个小女子什么事呢 你完不成任务 国主总不至于赖我吧 是 我只知道 如果你言而无信 我一定会把你的真实身份 孙小姐给身边那些热衷一番话的姐妹 孙小姐 你还真是会拿捏呢 那你得给我拿捏 也不会 我答应这门亲事 不过我觉得 我们可以先试婚 试婚 没错 明天就是沿下的融资大会 也是我秘密任务的最终考验 我希望孙小姐代表孙氏集团出席 而我 可以分家训练 一通钱 试成之后 我们在西村做 你给我去领证 成家 非老呀 这次融资大会 可是你飞加翻身的最好时期了 我等明白 如果今夜之夜 能获得京城资本的赏 那将瞬间重振 废出去 别说做掉消费花 哪怕是 机身京城一线事件 也不是不可能的 关系主的事 给我们飞下这个机会 你们一定不够走啊 机会呢 我给你带到 怎么把握 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今天宴会的主刊 乃我多年指教好友 京城商会会长 完颜德先生 他对资本流向的意义 你们 明白 完全 一会儿完颜蛋倒 我一定打点妥当 哈哈哈 非老啊 就喜欢你这样的 一点就透 哈哈哈 今日的融资大会 一笔高达千亿的资本 将在今晚 选定流向 各位名流 这可以提交向 最终决定 千亿资本 划过谁家 拿走了 这是完颜会长的 非老啊 若能获得千亿之心 我们必将一切翻身 不错 不错 既是必将 沙尾龙城 我也让那范无揪和萧尾 尝尝个断兵 今天 人牧大人 和影视七年的天纲君王 会亲离现场 为大家公布结果 尝你个软饭男 几天不见 这么快就帮上新犯牌了 看来当初你已经离开他 也是明智之举啊各位 哈哈哈 别以为今天这个女人还能保你 虽然在龙城 人人高看他孙家 但你可别忘了 这是在京城 灌溉云集 他孙家算个什么东西 没错 今天来的 都是商业器材 各个都是不是职位 孙家算什么 不过是沧海一宿 不知的演技 你以为他能保你了 错了 你们都错了 而且是大 特质 各位好啊 我的手下摆下 今天不是他孙家保我 而是我保他孙家 这千亿资产 肖伟华 持定 持定 我看谁敢在我完颜德嘴巴里面炒肉吃 孙小姐 管好自家的狗 别让他乱叫 完颜会长 跟您比 我们孙家确实算不上只手折贴 但是在京城也多少有其面子 三位华是我的位 请您自重 请 想必 我楚中天 在内阁的点虚名 各位是听说过的 今日 我和完颜会长 朱连毕和 携龙城废甲 及三大家族之欲威 共同向千亿资本 发起冲击 聪明的 绕绕路 别当众无意 不服务 我京城赵家 愿意撤回申请 退出千亿资本的争夺 还请完颜会长和楚客 去做家的动作 故意 我李家也愿意撤回申请 退出千亿资本的争夺 今天你在做周围的事 就是我完颜德的事 还愣着干什么 没看到京城陆路 他们都已退出争夺 就你 还不赶紧表态 好 那我肖卫华就表示 我肖卫华 势必要拿到这千亿资产 绝不退出 肖又在这里装强作势 这是京城 不是龙城的弹丸之地 犯不就不在 你以为 还有谁保不住你吗 今晚 我要对诸位许诺 如果完颜德能顺利拿下千亿资本 那么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的恩人 到时候 资本到时候 我让各位 都有钱花 完颜会长仁义 已经给大家指明了发财之路 我出某一件内阁 不懂什么商账 但我知道 如果 谁敢跟完颜其他对着他 那我必让其处处 最难行 各位 我提议啊 为了我们今后的鸿土尾业 我们一起来进我们的完颜会上 我们的处测水杯 哎 孙小韩 你之前号称京城之花 现在又有男人滋润 你这小脸蛋 可是更润了呀 哈哈 哎呀 有什么用呢 找了这么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熊小子 那京城 两眼一抹黑 一点资源都没有 还不如找一个 对你有实用的亲爱人哪 哈哈哈哈 孙小姐 敢问你的未婚夫 在哪要做 他将来会继承五孙家产业 不需要另一个工作 哈哈 哎呀 还真人让我猜对了啊 说白了 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 什么不需要工作 我看根本就是找不到工作吧各位 哎 话可不能这么是 做坠续 那也是需要有天赋的 天赋 再说诸位 随着骨头能软过他呀 哈哈哈哈哈哈 王爷会长 您旗家涉略广泛 如果有酒店缺什么清洁工的 就这个人啊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 就是有种好心 最适合与垃圾为我们 如果有清洁工作 是要 也算是搭配 在我这刷盘子都得不可见 跟家这些不过几年说 哎呀呀 是在下 是在下考虑不住 忘了这个废物 没上过什么废 估计也就是一个 初中毕业吧 确实是 哈哈哈 不过在下仰慕孙大小姐的方名 如果孙小姐今晚有空 到酒店进行一场深入的探讨 我们再来上一场合作 那我可以考虑 每个谁的废物 他一百千元的工具 破格 让他到我们的集团 陆下 打扫了一手 我忘了 肖伟华不工作 并不代表他没有您的工作 而是说 他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光环 就足以掌控器 小丫头 万一会长给你面子 你别不是抬直 陆中天 你身为内阁议员 朝中特使 如今见了有几个臭钱的金融寡头 就像一只哈巴狗 你真是丢我炎下庙堂的脸 放 神龙宴上 除特使人一没有杀你 你以为这样的好事还会有第二次吗 放了 你脑子没问题 当日这生龙宴上 不知道是在座的哪几位 像只狗一样 诶 土特使且慢 全场已尽在我完颜德之手掌控 不过就是一个大颜不惭的漂亮小丑而已 何必动怒 完颜德我再说一遍 我以龙城孙家之名郑重通知你 对我未公司尊重一点 哈哈哈哈 孙小姐果然有性格 很对我完颜德的脾气 我就喜欢你这种小辣椒刺激 希望今晚在大床房念灵荣 令我兴奋 哈哈哈哈 这是一杯狮身酒 为美人家的一点点助兴好 喝了它 我就留你孙家一条生 不然的话 先一支承到手 必会对孙家 善 对不起我酒精过敏 你孙小姐 这么瞧不起 完颜先生年老子孙 我怕你不行 炸弹 能见你能见这融资大会 都给你天大的面 都来无辱万颜会 废物老公 一露褲子 云不可接 一个小时后 主持人就会宣布千亿资本 最终于下 毫无疑问 那必是完颜会长囊中植物 小时候 别说给你喝 你喝 你喝 会长请你喝酒 那请你 他手眼通天 你们惹不及 未婚夫身份尊贵 可谓天龙下凡万人来朝 你们几个肉眼三排 还不是真龙也就罢了 要在这打放厥词 真可谓夜郎自大 不可见不是 孙小姐 看来你被他骗的不浅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相信这个废物 有什么不可一世的大身份 真是这样 没错 我真是有什么大身份 为何不现在告诉我们 我与他之间有约定 他要帮我 哈哈笑 我看你分明就是不敢说 他出来露馅 你真是 我知道你们孙家 他在京城也是有头鱼 可是我完颜德盘踞京城五十年 如果你也是这个道理 我不要把你们解决掉 完颜会长 如果有如空中明月 那孙奖只不过就是英雄之光而 会长如果想你也自己孙奖 那简直就是义无反省 一点 一点 不是什么大事 顶多就是加坡人 孙小涵 听懂 今夜你若不从了完颜会长 那孙奖只能是家库 是 怎么样 还不肯给我这个面子 小涵他说过 他不喝 你个老东西要是想喝 我来陪你 呦 小唐古华 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小美人给我封实见诚无杀遗语了吧 小伟华 实话跟你说吧 你的这个未婚妻呢 是前途后巧 都一扫入过 奶白奶白的 非常符合当仇物的标准 今晚他必须是我的人 你留不住 完颜会长 您真是大人勇大量 不嫌弃这个 好 完颜会长 他不陪你喝啊 我让那三个人 哎对对对对 我们俩陪你喝 小子 您如果把完颜会长引入 可没你好果的事 我看你轻埋大道 还不知道会长在精神的学历 你现在马上给他敬酒道歉 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跟一个窝囊废室 所以他们是精神豪门 不要跟小地方来得相当老一般解释 废物真是个软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完颜则 为什么敢在你们桌上拉屎 清理 而且不把自己当个人 清清真心 然后宫堂 一个电话 让你 你的小情 顺无垂尸 张开 你小子玩了 你惹怒了 我也会想 他一定去救人了 已经惹来杀身之祸 我倒是要看看 谁敢动我一根 疯了你 你这是疯了 蓝天梦 躲在楚中天背后的那条大鱼 已经被引出来了 那切国大岸 应该也要水落石出 收网时刻 就在经验 回来会长 这个孙小涵 和那个废物萧伟华 摆明了是要坏你的好事 你可不能轻易饶过他没有 他一介草民 竟敢和我叫 他是不知道 我年轻生的手段 给他们好好上来 不作为了哪人 此人 在龙龙的时候 又是地方一霸 专门勾结赫兰训 你看 我这头哥们 就他当初勾结 非常大人 我龙龙百姓 一直对他是敢怒不敢 纯粹的地皮流氓 您可要为我做什么 我完全可以做这个 他不但对三大家族厮绍工堂 而且目无王法 就连我这个皇宗特使都不放在眼中 非公子这条胳膊 就当着我的面打断 狂了 万言大人 那个小子曾有我交过手 有些功力 切莫轻敌 是啊 此人如风中野草 如果不斩草出根 反攻倒算 那以诸位所见 又当如何呢 绕开京中观眼 秘密诸杀 好 今天我就听从各位建议 这次狂人 暗中诸杀 放心 不用我特使全力之面 调走大会所有暗保 见识 你只需要调来 留几次合作 任何事 盗取成诸杀 今 我只吃拔酒 正好杀鸡敬猴 也好让在座豪门 看看得罪我完颜德 是何种下场 会长高明 能栽在那个逍遥 金门上那个孙小孩 讨好的 自告自告你 还没见过过王颜德 搞不定的女人呢 又破脑老熟人了 你不就是那天 萧若花请来救她那个女 怎么着 我们还没来找你麻烦 你自己倒送上门来 臭婆娘 你敢欧打 臭丁重拳 咋你 下饭上 祸乱龙场 咋你都算轻的 来呀 大男 不吃死我东西 我看谁敢 完颜会长 树打根深 脚踏黑白两道 一句话 分分钟 让你的小孩子 先伏伏天天 小子 大可以试试 没有 就是这个女 和那个小卫花一样 都属于小卫 我们少给他废话 直接叫我 你坐 我大废话 赶紧拿下 陈正 你好歹当年是龙城总鱼 也号称武鱼 现在看见我一个女人都打啰嗦了 你少跟我废话 我只是今天身体状况不好 要不然 不叫完人大人叫人呢 分分钟就能搞定你 你是口无遮拦 诈一步惨 那我就先从你开始 哎呀 天同平 天同平 你个小 未免也太不规矩了 你是一点也不给我完颜的面子啊 你 你 你 这是太棒了 团队会长闯上江湖的时候 你还是吃奶的娃娃 会长手下几百号兄弟 江湖龙古坊 听说过吗 你是说 人下战利天机 江湖龙古坊 没错 正是死亡 死亡 广招天下豪杰 无稳处处 但凡若的死亡者 无一不是心狠手辣 所断贷毒之辈 你一朵小小的娇花 纵然是天高龙位 同时面对死亡 前三的高手 当如何 难连吗 难道你还执迷不悟吗 你得罪了完颜会堂 那无如无榜 前三的高手 今晚会成为你的梦魇 难道 你不怕他们 把你死亡罪骗吗 没错 老师跪下 给我们的完颜会长认错 真是皇帝不及太 你一帮狗腿 在嘴巴是真的贱 还敢自以后 我人来了 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死 你这个小妞 看上去还有几个意思 慢慢是个八婆 真是可惜了 这一生好皮了 完颜可 能上这江湖龙虎堡了 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的魔头子 活若应战 恐怕也是胜负未知 万一有所差弛 更是会人类主意 你小孩吗 不见我的 我没必要讲规矩 哎呀 快就将王府往前散 先向摇晃望队 三大高中全部叫过来 我没必要讲规矩 哎呀 快就将王府往前散 先向摇晃望队 三大高中全部叫过来 查出了完颜可的逆连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孙小涵都是因为婚不害的 这个废物一死就自己死 这下子把我们也拖下水了 你就不该带这个废物过来 他就弄了完颜德 就出来杀身之后 这商战太大 孙家也被遭殃了 我怎么觉得这千亿资产 进不了他完颜德的钱包里 你别再逞强了 这里不是农场 是金城 水菜生已经把握不住的 以后首席自贵官 就来归复结果了 万一是他完颜德受宠 那我们不去 不去玩了吗 我看要玩的人 是他完颜德 真是好言劝不了该死的鬼 我们该说的都说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能不能别吹牛了 孙伟华 你听我一句句劝 赶紧滚吧 你看看他 至少不要连累我们 对 哪死人都没人敢管 你怎么敢得罪他 我孙伟华什么场面没有见过 当年在外的三者 远征他 金戈铁马 炸碎无数伤害 我小魏皇才不知道 炮武器 导完颜德还有什么本事 尽管放门过了 疯了 你真的是疯了 他以为自己是谁呀 丁老大 我总问你一情况 切果大案 已经快雪落石出了 我请问 去年前是不是 有一个叫完颜德 突然一夜崛起 手眼 确实 去年前 正是完颜家发迹之时 传我秘连 给我彻查完颜家 是 但是 还有什么 快讲 那今月的千亿资金 你当如何进度 我分享公平竞争 选举贤能 就是一帮废物 不堪重 那 这千亿资产 就跟孙伟华一样 孙小韩小姐 他能力出众 哪怕不是我的文婚旗 也被拥有着千亿资金 是 下巴没了 是 我要是一个 孙小姐 将是我严想的 第一美女总裁 我说 我干嘛呢 知道自己死到临头 和老娘交代后事呢 贵气 真是贵气 你说这千亿资金 我们不大拿不到一份 还差点被这个废物给害死 不如 我们总都把他给你死了 送给完颜贵达求罪 你此以来 说不定会长会对我们 我看一面 对对对 我们赶紧帮了他 去给会长谢罪 报 一 看是谁要弄小姐 小妞儿 你别高兴的太早啊 龙虎榜战利天机 排名前三的高手 都已经在来的路上 看你还能嚣张到巨师 没错 你们不过谁是大姨 常会被女人怠惊 你会不长希望 一会儿 小妻子 把我千亿资本对象 自家高手 旗帜 双关旗下 看谁还敢对你不敬 我完颜得 在京城呼风 唤雨五十代 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哎 今天你不是遇到 才敢嘴 你可知龙虎榜三大战略 是什么样的 我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 一切也不 在我眼 不值一提 有趣 还真是有趣啊 龙虎榜前三 天山遥光末世 诗人光闻其名 五不俯首第二几年随起 就你 今天该公开秒是龙虎榜的战斗力 不知道你有几分自信 几分实力啊 算你小子会说话 那谁来的 我还不愧叫他 小子 还不愧 不然一会他们来了 想走都走不了 想跑 管了 他是在这给我待着 楚中天 你这个狗腿 真是狗障人士 臭婆娘 你还敢骂我 我看今天谁敢救你 你们龙城这些小民小派 也敢跟完颜大人叫 我看你们是毛坑边上摔跤 此话怎讲 离死不远了 张立阁下就是龙虎榜第一 左命阎罗 西门天商 没错 那你身后是二位 就是黑广遥阔 跟博命出生 末世 这只我等名号 还不素素跪下 乖乖受死 也好给你个痛 想当年我萧某怨 这么一种 无数敌国元首 想让我萧某跪下 取我手 只可惜 他们都没得 笑话 学别人装强做事 也不读读历史吗 当年平定狄荣的 乃是威压天地的天罡大人 你真当我们傻吗 不得不说 你们是真傻 你 不急 张立在杀死猎物之前 都要玩得筋疲力尽 才给予致命 这个废话 挺有意思 我们不妨跟他玩一玩 杀了他 又没有意思 真是笑话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想 天梦 不必 这三个人家伺来 也非我一何之 主人神没盖世 万人莫敌 是属下多虑了 哈哈哈哈 主 还在说 神月在世 天大的笑话 你一个女子有多大难 如果真像你所说 那你为什么还在按摩宴 坐低伏降 攻三大 对啊 当初我费你一只手 看来你是真不整 你跟我背 到临头了 如此不好吧 死不可救药 三位大人 此人多次欺辱我废家 打断全职作弊 请三位大人 一定要替我 决赛说他 若能杀死其他人 我和你 现在欺负你 说 啊 王严子 直到您一生六象 我定将跟这兄弟 刚赶进去 这还用说吗 赶紧把这个消费话给我废了 还有 墙口草 美人多先将一条胳膊 完了完了 这个怎么办 都是这个废话的 是啊 前生摇光末世 下面撒上其次 给死的王严都用下令 我们这头胳膊 是保护中的 依照大人的吩咐 让他们这些人的胳膊 都不卸掉一个 给大人消气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你们这是故意上来 是犯法的 法 王严大人的命令 就他妈是法 今天你们的胳膊 他妈也保护住 动手 你们别怕 赶紧推到后面 正好让这几个人 给我活动活动 你这龙虎榜的第三 也不会 你好大的口气 龙虎榜第一高手 西门天上还没出手 刚才 你也不过是 称人不卫出席而已 难道 你真以为自己是 什么绝世武功高手 我是不是武功盖世 是不是天下第一 你大可以自己过来试一下 区区一个罪序 走过路 冒犯天威 天上大人 省治他一死 拒绝后患 我且让你一直说 看你有没有本事由我 你最好出你的权利 要我怕我玩的不够尽兴 小子 口气不小啊 敢和我这么说话的人 还没有人能活着 现在明天的太阳 你笑什么 我笑你皮肤汗术 我笑你唐碧党群 我笑你不自量力 笑你自寻死 就算是你们三个一起上 消磨又有 于是第一个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很欣赏 等我杀了你之后 给你留个全书 今天死的人 恐怕是你 他本座现在就送你上七天 无耻 大哥你没事吧 无妨 对我小看了这小 我们三人合力向他住上 三打一算 我来 龙城非战犯 我叫犯大将冰犯 那我们就护驾来尸 主人说罪 护驾来得正好 三对三陪你们好好玩 好啊 不想死的都给我让开 好好叫你开门 第二队 冷光 大哥 我跟你拼哪 耶 耶 你不是你腾杀重量 为虎作伤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龙鹤如人 快变龙鹏 本草问个谁 战 你的龙骨榜前三 已被涂绑 还有什么本事 你管拿出来 一群乌合之众 在萧先生面前放死 见你敬酒 吃八酒 你到底是何来的 我和范乌就在萧先生面前 不过是吴鱼小宗 可笑的是 你们惹动了真正的大佬 却还昏然不知 怎么可能 他不就是一件草莓吗 他还能是谁 也没资格知道 这两名乱臣贼子该如何处置 天不着急 发光他们的衣服 扔到冰窟里边冷静冷静 带我拿到一切证据 三天之后 我会亲自禀告国主到 是 错了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能直面国中 小心点 哈哈哈哈 我小大人 我永远不是太深 我错了 我错了 求你放过我吧 你刚才不是铁蚤呢 你现在知道错了 我真的错了 真的错了三位大人 求你饶我 你还敢放过我 我出家 愿意打击任何条件 谁在 这里是京城的融资大会 不是你的 你借我此战争高危 来人 拿下 人下首席财政官 居迟不赚高 何时操杀呀 大人有人找了会场 公然动作 何人造词啊 甚至此 以后这个造词拿下 雲就来了 那大人您来的真好啊 你要是晚来半步的话 这个这个这个费物要翻天了 你人立即把门言识都不见了 我们一定一定会给你 给你回去 不 公然符合我吗 我遇事不败 其实艾伦 盈盈狗狗子们 把你的 昂的龙龙想法 给我收起来 对不起 小太太 手下的悠言无识和骂人 就是这个人 悠言无识 现在就跑来的 不必了 不知者不罪 但这几个德不配位 必须法断 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吧 哦 没错 万一的他不顾理法 他能会少 必须敢出去 不谋清楚 尤其是 楚仲天 身为国主之心 居然勾结完颜德 已经外合盗窃了 真是我 言下妙堂之事 论罪当中 怎么会这样 冤枉 你是哪 我冤枉了 冤枉 证据在此 你有什么可冤枉 我隐归七年 就是为了查出当年窃国大案 没想到 竟是你们这两个 学术之辈 如今铁证如山 我看你 好好解释 完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倒是说话呀 没机会了 我们所有的长大网了 全被他掌握 这不可的 这真的不可的了 蓝蝶梦 把他们两个给我压下去 不是 是 那这几个龙城贼子 给如何处置 也是我清点的龙城飞将 是这龙城百姓的父母官 如今正是劝导 我去 属下明白 一定依法延白 给龙城百姓一个交代 带走 给我将这几人尸体处理 是 融资到困境 事情都已解决 历迟不败 宣布尽 孙小韩 你为官夫好厉害 都能扶回鱼池大人 是啊 他是什么身份呀 事已至此 我也不瞒你们了 他其实不姓肖 姓轩元 轩元 哪个姓 轩元 魏华 他是天高巨王 我的身份你们不必取 你们只需要记得 无论是谁家 获得这千亿资产都不可自团 务必要造福岩下 好啊 下面 我宣布 此次 获得千亿资本的世家是 可以 好 好 我的祝贺孙小姐 荣获千亿 共识的资金 一步登天 什么了 亲爱的国家 是哪个孙家 是我们这个孙家吗 孙小姐 除了您这个孙家 还能有别的孙家吗 我们孙家在京城 论资历 财力人力 都算不得鼎流 能获得这千亿资 实属荣幸 孙小姐 此事是由天高君王与君主之一 您的典力和能力 都是经过君王与国主 郑重您选 不必过欠 好啊 原来是你在案中说是国主 对我们家助力的是吧 老婆 这一千亿都做平衡 你真会玩啊 但是天高君王说了 你们孙家得到千亿资本 也不是无条件 财政官大人 我们孙家无功不受禄 这一千亿的注资 我们不会像完颜德那般假攻击戏 那孙小姐该如何做呢 天下之财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我孙家会牵头用这千亿资产 成立慈善基金会 为言下百姓共创福利 使言下上下 路不时宜 业不必顾 天下大同 好 走吧 我的大英雄 尘埃一定 您看这里吧 找个地方 奖励奖励你 卫华等等 你还记得你当初的承诺吗 我想把你的承诺换成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 这七年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 我们走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也很上司 你也去 不要再索价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跟我一样 再遇两月